嗨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晚上的已经10点17分的时间了 那我现在还在办公室 今天呢 我要睡在这边 那上次我拍了一集关于这个创业呢 都睡在办公室 那我想说时间好快已经20年了 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们看到那支影片 其实只是我创业的前七年睡在办公室 事实上呢 我在第八年的时候呢 就搬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成立了第二家公司 那我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又睡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那睡在哪里 就睡在这个地方 就睡在我这间办公室 那今天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挑战 我要在公司里面睡一晚 而且是睡在地板上 去回忆以前过去呢 在创业的时候那辛苦的样子 我们待会就把这个地板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铺一铺 OK 这个细程器呢 不是业配 那时候的员工呢 只有两位 加我三位 然后我自己要兼老板 兼业务 还要兼会计 每天都要加班到很好 在整理那些帐 一样下班的时候就像这样一个人 然后肚子饿的时候就出去后面吃东西 我们公司外面很多吃的 这边是用的机能很方便 不用怕饿到肚子 哇 这个好软啊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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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枕头 棉被 我自己看一下之前拍的那支影片 真的还蛮感动的 就是 现在如果再重来一次 我不知道 可能没有那个体力 所以我常人家当讲的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创业的热火啊 用水都浇不洗 就算旁边有人对你闲言闲语啊 你还是勇敢前进 这个就是创业 我跟你们说 这个绝对不是矫情 所以以前我真的是这样子睡 我大概睡了将近快一年之后 才把家人全部接上来 后来我跟太太小孩子 我们后来就去租了这个四大路 我那个刚创业啊 还没有赚钱 每个月就靠公司的薪资 薪水还没领到就先透支 第一个房租 一个月就要两万五 然后还有小孩子的学费 家庭的费用 然后信用卡的钱 还有生活费 不够的 还要再去跟银行借钱 大家晚安啦 晚安啦 拜拜 拜拜 地板真是太难睡了 没办法 原来是沙发比较好睡 不好睡 真的不好睡 好啦给大家看了 就是我在创业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都睡在地板上啊 那觉得真的是非常辛苦 不过呢我觉得我们要稍微来反差一下 我创业了20年 不应该这么辛苦了吧 如果创业20年还那么辛苦 那以后谁敢创业啊 所以呢我决定呢 把这个办公室好好的整理一下 然后呢弄个舒舒服服的 这样子才能够享受工作嘛 所以呢 我到网络上面呢 买了一台75寸的大电视 75寸 会直接下单这台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 便宜 CP值非常高 电视太大台了 居然搞个那么大台的电视 要装在墙壁上面 那我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装啦 我这个墙壁呢是 吸引海绵 所以等一下它们要硬锁进去 然后这边墙应该 没问题 因为这边墙 整个都是空白的 没在用 好我们来研究一下 现在已经安装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遥控器的配置 第一个呢 这个你看哦 这边就是讯号源 这最重要的 那节目表啊 什么导览啊 回上一页 这是转这个电视频道的 就是音量 然后还有它的AOC 它本身里面有一些APP的应用商场 在里面 这边可以下载 譬如说爱奇艺 那我们有下载这个YouTube影片 那YouTube你就可以在上面看YouTube 那YouTube你就可以在上面看YouTube 有没有 这里就有YouTube 哦~~ 这么大一个YouTube 有没有 譬如说我要看新闻 新闻点下去 或是被查或是被禁 哦 这个画面好大 是不是也有种台湾自由或是民主的掌持啊 另外呢 这款电视呢 它本身呢 没有所谓的像Netfree啦 一些的其他的 然后YouTube的部分呢 它自己可以偷到本身的APP 下去下载 Netfree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买了一台 Apple TV 第三代 播放YouTube 我直接用手机投影上去 譬如说我用 那时候 这里有个电影预告 直接就投影上去了 哦 这声音很好耶 声音好像不错哦 很有Feel 很有Feel耶 哦 这声音很好耶 来 我们来试一下 4K 这是4K的影片 马上Walk 人家你看看 诶 它不会Lag 一般你如果这么大电视 你播放4K 它有时候画面会跳一下 顺一下 然后停一下 顺一下 又停一下 你看它非常顺 没有Lag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个最重要的 你不能说买这个 电视来 就是一直要娱乐嘛 有时候如果开会的时候 如果要做简报 它也可以拿来做简报 因为它其实这么大的萤幕 是非常好做商业用途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这个做 有时候做简报的时候 你看手机直接投影进来 你看 比如说我现在讲这本书 霍利的魔鬼躲在细节里面 然后这本书 你看这笔记啊 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这样子开会 然后直接用手机 我刚才是手机直接用镜像 那因为我也是有透过Apple TV 那你如果没有Apple TV的人 你就用其他的方式 你会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把手机投影到上面去都可以 Cafe 试一下PS4 哇 开心了 你看看到这个萤幕多大 看不出來對不對 站到螢幕前面 你就知道螢幕多大 我左右手攤開剛好耶 有點男人的翼展 對啊我手全開剛好 這螢幕的寬度耶 你看這個多大 然後呢我發現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用AirPlay 玩遊戲的話 它是直接可以投影到上面 你看那邊拍那邊 而且不太會lag耶 幾乎沒有lag耶 超強 有覺得lag嗎 畫面的FPS 比較沒有像電腦那麼高 但是是可以玩 這台AOC的顯示器呢 75吋真的是CP值非常高啊 而且到明年的2月28號 買AOC大型的顯示器 還可以上網登錄發票 加入AOC LINE的好友呢 這時候還可以參加抽獎 可以抽什麼 特斯拉 Switch 還有iPhone12 Goro AOC有10項產品安心檢測 同時又是世界的大品牌 原廠呢 有兩年的保固 免費到府收送喔 品質跟售貨物呢都不錯 想買大尺寸的顯示器朋友呢 可以考慮看看 好在最後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創業 因為大家都知道 A人很喜歡分享創業的這些小故事 那第一個創業不容易 成功也真的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 一直維持著成功的狀態 或者是穩定的狀態 是更不容易的 很多時候呢 你看到很多的企業 一時之間呢 飛黃騰達 然後呢 而且呢 可能非常的成功 然後賺非常多錢 可是過了三五年之後 你會發現這家公司就不見了 那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維持一個 巔峰的狀態 真的是不容易 這世界上唯一不變的 就是它一直在變 成功的經驗是寶貴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失敗的經驗更寶貴 因為它可以讓你確保 下次不會再犯同樣的錯誤 累積下來之後呢 就能夠讓你的現在的成功 維持得更長久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地方了 大家如果喜歡聽我更多的 關於創業內容 你可以到我副頻道去 今天頻道裡面呢 所出現的產品 各位如果有喜歡的話 可以到底下連結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地方啦 我們下次見啦 各位掰掰